山寨探望十六 媽媽有無得救 會不會死? 償! 李觀發1952年 在內地惠州出生 有一個哥哥 一個姐姐 一個弟弟 讀書讀到小學三年級 李觀發由內地來到香港之後 1966年有道士和三次非禮案底 三道被判感化 1972年 一是藏有攻擊性武器 留有案底 李觀發在餐廳地盤工作 曾經做過漢奸 在木廠工作時 長期吸入木康 導致肺部有毛病 身體虛弱 兩任妻子先後和他離婚 沒有生子女 王惠珍1970年 在內地惠州出生 有兩個姐姐一個哥哥 是家裡的小女 小時候 家裡窮 村不暖 吃不飽 傷親 將買給親友修養 自此 再沒有跟親生父母和兄弟聯絡 王惠珍只得小學程度 學歷 在工廠做同工 中生活黑苦 2002年 50歲的李觀發 班惠州探親 在同行介紹之下 認識了30歲的王惠珍 在內地結婚 2003年 李觀發一是糖尿病 與致射餘倒數 沒有法子做事 領取綜援 大部分時間都在惠州生活 王惠珍經濟情況改善之後 開始和失殺親人相應 2004年 王惠珍在惠州生了兒子 即榮仔 2007年 王惠珍要照顧患病的丈夫為理由 莫批單程證 和榮仔由內地移居香港 一家三口 住屯門湖景村 湖輝樓低座7樓 每個月領取5400元中和 榮仔在青松湖景幼稚園讀書 王惠珍遊說李觀發假離婚 可以用單親家庭身份 申請公屋 領多一些中緣金 李觀發拒絕了 2008年 李觀發診斷出心臟有問題 施通波仔手術之後 插入支架 手術一月之後 性能力受到影響 李觀發輕微中風之後 不良於行 要用拐掌 2008年年底 王惠珍和李觀發提出登離婚 將兒子大阪內地 送給哥哥撫養 李觀發拒絕之後 雙方關係轉取惡劣 藍屯門家庭中和服務中心 社工介入條庭 認為 沒有跡象顯示 男士主會向妻子使用暴力 建議兩份離婚和婚戶 李觀發和王惠珍 都不願意離開原本居住的公屋單位 離婚和婚戶都未能成事 王惠珍和姑姑 黃東好感情很好 一起做兼職清潔工作 清理省渠 賺錢幫補加計 王惠珍和王東好話 發現李觀發在湯入落毒 盜著他大量的頭髮 李觀發發援處查詢離婚手續 知道離婚之前是需要分居 王惠珍有工作收入 法庭局判他獲得榮者撫養權 王惠珍也是單清家庭 可以優先繼續在公屋居住 李觀發成為單身人士之後 有被要求搬走了 李觀是怕失去榮仔和公屋 對離婚有顧忌 其實發現王惠珍經常出去了 還經常有男人打打找他 懷疑王惠珍有外遇 怕王惠珍得到榮仔撫養權之後 會將榮仔帶回內地 自己在香港再分 為求得到榮仔撫養權 和保住公屋單位 2009年1月27日開始 李觀發用手記錄下了 對王惠珍不利的證據 希望他一旦對保公堂 這些證據可以令他得到榮仔撫養權 到時要搬出公屋單位的就是王惠珍了 李觀發發現王惠珍早出晚歸 犯了他之後 經常打兒子 找兒子做磨心 傷勢想激怒他 為離婚鋪路 王惠珍經常手和衣駕打罵榮仔 一人不滿意李觀發 被榮仔夜晚看電視 在地面淋水 站著滑低李觀發 王惠珍不喜歡榮仔養魚 張片滑水多魚缸 服死榮仔所養的魚 2009年9月 王惠珍獨打榮仔 李觀發無法阻止 報警求助 警方知道已有社工介入 連續家庭糾紛處理 李觀發為防王惠珍帶榮仔回到內地 收到王惠珍的旅遊證件 2009年11月 李觀發和王惠珍吵架之後 出去吃煙 王惠珍報警說 李觀發站著將榮仔等到街 警員到場 將剛剛外面回來的李觀發拘捕 12月5日 青龍湖警幼稚園秋季旅行 李觀發陪榮仔去香港公園玩 12月13日早上 李觀發剛剛打完兒島素針 王惠珍打算回鄉下過冬節 叫榮仔問李觀發拿回旅遊證件 李觀發拒絕 重提反對王惠珍 有意將榮仔交給鄉下的哥哥撫養 雙方再起爭執 李觀發好生氣的踢下王惠珍 王惠珍在地上順手撿起一扁鐵錘 用手指督住李觀發的眉心 在李觀發頭上揮舞鐵錘 說我想你死 李觀發就說 如果我死就找你戰屍底 你死好過我死 李觀發搶了鐵錘之後 反擊王惠珍在太陽穴 一怕他不死 襲擊同一位置八下 一心希望王惠珍快點死快點死 李觀發揮榮仔看到襲擊過程 將榮仔帶到露台 翻上窗簾 翻口入面繼續行兇 朝著王惠珍的頭簾 撕襲最少八下 其中兩下擊中嘴 打牙指甲被打到飛脫 三隻牙飛脫到地上 李觀發隨手把牙撿起 掛到羅口中入面 李觀發停手之後 為王惠珍還未斷氣 用手捏著頸 直到他棄住才放手 王惠珍死亡之後 李觀發把屍體收到廚房 用綠水清理現場血跡 開風扇吹光地下 中五十點鐘 李觀發和兒子外出用線 下午五點鐘回家 和屍體共處一室 在大廳看電視 看完電視之後 李觀發打電話給內地外父 跟他說 我已經搞定了你的女兒 外父問搞定是什麼意思 李觀發就說 他很快就會知道 第二天早上 李觀發在廚房屍體旁邊 沖咖啡喝 之後送榮仔去幼稚園上學 然後去五金店 買了垃圾袋 手套 消毒劑 王惠珍那一天 沒有依時上班 王惠珍多次打電話給他 都沒有人接聽 王惠珍多次打電話給李觀發 李觀發就說 王惠珍早上電話之後已經出去了 不知道是不是上了賭船 王惠珍好 不以為意 李觀和蔡都由右室開始 肢解屍體 因為切不斷骨頭而放棄 在屍體上鋪滿食鹽 之後聯絡王惠珍屋內地親友 打算將榮仔交給他們照顧 中午 李觀打電話約王惠珍好飲茶 說有要事商量 王惠珍以為他想借錢 說要開工而推遲 晚上八點鐘 李觀打電話給王惠珍28歲的表弟 張玉璣跟他說 我搞定李表姐了 張玉璣半開玩笑反問 你不是殺了他嗎 李觀就說 王惠一打死了他 張玉璣不信 叫李觀去家講清楚 李觀發帶榮仔去天水圍 張玉璣的家 要求王東好帶榮仔去內地 交由外公照顧 皇帝托顧費1000元 手機 榮仔去書包 張玉璣和王惠珍朋友鄭燕芳 向李觀發問清楚之後 只對真是殺了王惠珍 晚上十點半 李觀發在張玉璣和鄭燕芳陪同之下 去青山警署自首 救援到達空案現場 正是王惠珍已經明顯死亡 無需送院 警方初步調查 說王惠珍頭部有傷痕 或有硬物襲擊所致 李觀發警察之後說 如果沒有襲擊我 我都不會用鐵錘殺死他 李觀發和探員說 因為受到王惠珍挑釁而殺人 帶探員找回 本站在水泳裏面的一個兩磅鐵錘和賽刀 案件亦作謀殺案處理 圓門警區重案組跟進 鑑證科人員通宵留守空案單位 搜集證據 檢查掃把和衣服等幾大袋證物 凌晨三點鐘 五公裝屍體移送庫山鏈房 12月15日早上9點半 張玉璣由探員陪同 去到庫山鏈房認屍 逃樓超2小時後離開 法醫潘偉榮嚴師當時發現 和衣珍滿面血跡 腹部和膝蓋切口鋪滿食鹽 頭、手、下鱷 一個十三柱 遭隨打狐形的裂傷 下鱷碎裂 取純裂開 頸部留有被壓的乳痕 下腹遭到橫切 留得了53厘米長的傷口 背近腰部切口達38厘米 腰前後傷口雙鱗位置被切開 法醫相信和衣珍先被切除肩頭 所以被壓頸死後才否復和肢解 估計死因是頭部重傷或頸部受壓 頭傷和頸部受壓都足以致命 模擬珍可能被壓頸致肺部或腦部缺氧 亦可能因為突然被按壓頸部 腦部發信息到心臟令心笑停頓 發現不能確定是哪一種導致死亡 推測死亡時間是24到48小時之內 李官法錄影警戒會面那時說 和黃慧珍關係不好 經常吵架 案發那天早上 兩人又再爭執 最終養成命案 案發那時 或者手掌玩具 扔向李官法 之後再拿出鐵鎚襲擊他 李官法和探員說 最真人找的威脅我 我是怕他不死得 一句說完 李官法奪取橫擊黃慧珍那一陣 很生氣地叫 你想我死 我一定找你戰底 榮仔在場見到 不斷地叫 不要打 不要打 李官法抱著兒子去到露台 帶著唱臉之後 回到家裡 明知拿第一鎚 就回不了頭了 李官法繼續發狂鎚打黃慧珍 打到壓鎚的右手 因為馬力擊打 掌心受傷才停止 之後見到黃慧珍仍然有心跳呼吸 李官法整個人跳起跪落許心臟 用手扣住黃慧珍喉嚨直到氣絕 之後將屍體拖到廚房 用床蓋蓋住 清理血跡之後 將路頭到榮仔帶回家裡 榮仔問李官法 媽媽摸得救會不會死的 李官法安慰榮仔說 剛才和媽媽玩而已 說我帶黃慧珍去醫院 之後若無其事地和榮仔看電視 第二日李官法送榮仔上學之後 想肢解屍體分開兩節搬走屍體 用菜刀斬屍體的膝蓋和腹部幾下 見到腸 最終因為手掌受傷 沒有辦法用力 斬不斷骨頭而放棄 屍體發出腥味 李官法又食鹽 醃在截口上面 用床單包裹屍體 用俗稱綠水的洗地水 淋在屍體上面霹味 再見 再見